大家好 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 重灌Windows 11 在旧电脑上 首先你要有安装用的ISO镜像档 要从哪里下载呢 这里面的论坛 应该可以下载的到 你懂的 将32GB的USB随声碟 插到电脑上面 点击鲁夫斯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要从哪里下载呢 这个 连结里面就可以下载 这个指定到要镜像对口的USB随声碟 点击选择 指定到Windows 11 安装用的ISO镜像档 点击开启 这一项是标准Windows安装 这一项切换到MBR 这一项是BIOS 标签太长了 换一下 这一项是NTFS 这一项是4096问言组 那参数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之后点击执行 点击确定 这边的进度条跑完之后 点击离开 以防万一 重灌之前 你要 先将C系统槽 里面重要的东西 移动到其他的 磁叠槽 Acer的电脑在开机的时候 狂按F12键 就可以选择要用哪个磁叠槽 进行开机 选择到USB随声碟 开机 如果你是使用Windows P1 系统维护光碟 的方式开机 折到USB随声碟 的根目录下 点击setup.exe 安装档 确认一下 安装的语言 时间 输入法 没错的话 就点下一步 点击 立即安装 点选到Windows 11 专业版 然后 点击 下一步 我接受打勾 下一步 切换到 自定 只安装Windows 因为 全新安装的话 问题 比较少 跟大家 报告一下 这个 磁叠 分割 视窗的操作 是整个 重灌Windows 作业系统 最难的部分 它难 是难在 你要有 磁叠 分割的概念 才能操作 要不然 里面的 Label 标签 会错乱 你整个会卡住 没有办法 进行 下一步的 安装 不过 没有关系 这边 建议大家的操作 就是 先点格式化 先将 Label标签 里面的东西 全部清除 再点 删除 我这边 就做 一个示范 先点格式化 点击确定 然后 再点击删除 点击确定 注意看一下 这边的 磁叠机灵 后面 会出现 一串字 未配置的空间 这样子才能 点击下一步 假设你已经 全部 删除了 但是下方 还是 报一串警告 无法建立 新的磁叠分割 你没有办法 点击下一步 进行 安装作业 那是因为 Label标签错乱了 那该怎么处理呢 请大家参考 这篇里面的说明 使用Disk Genius 磁叠分割工具 进行 后续的处理 请稍后 如果一直转圈圈 超过10分钟 就代表 卡住了 那要怎么处理呢 按住 按住电源开关 3秒以上 电脑就会 强制的 关机 然后隔 一分钟左右 再按下 电源开关 开机 就可以了 选择地区 台湾 然后 然后点击4 选择输入法 微软注音 然后点击4 第2种 键盘配置 点击跳过 为你的装置命名 输入买PC 点击下一个 选到 设定供个人使用 点击下一步 由于我个人习惯用 离线账户 所以说这个 画面 请大家 点击 登录选项 然后点击 离线账户 暂时跳过 开机时 用来登录的 使用者名称 这个地方 请大家 要特别注意一下 指线输入 英文跟数字 它影响到 绝对路径 避免乱码的问题 造成 找不到路径 开机时 用来登录的密码 你可以设定的 很简单 如果你有在用 远端桌面的话 建议 设置 8位 或者 以上 密码确� 这个安全性问题 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用来 避免你忘记密码 你可以用的很简单 塔塔 撒撒 卡卡 装置的隐私设定 建议大家 你可以先全部 切换到 否 然后 点击接受 后面 后面如果你有需要用到的话 再到 设定里面去修改 因为 电脑重灌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要能正常的 到达 Windows 桌面 其他 不需要的 功能 能少一个 就少一个 避免日后发生冲突 到达了Windows 11桌面 开始 滑鼠右键 装置管理员 假设有看到 黄色的三角形 这个 警告符号 就是代表 没有驱动程式 在这上面 滑鼠右键 停用装置 在这上面 滑鼠右键 停用装置 避免不断的跑 侦测之回圈 造成 电脑卡住 由于现在 无线网络的部分 规格特别的多 WiFi 5 WiFi 6 还有 制定的规格 所以你安装完 Windows 11之后 可能会 没有办法 上网 那是因为 网络界面卡 这一项 里面的驱动程式 找不到 或者是 不符合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里面的说明 就是 上网找找 你电脑 目前的 网络IC 晶片 之 驱动程式 然后下载 回来安装 这样才能 解决 你电脑 没有办法 上网的 问题 跟大家 报告 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 右下角的 网络连线 如果你遇到 断断续续 一下子能上网 一下子 断线 那很有可能是 省电模式 冲突 该怎么 解决呢 网络界面卡 这一项 展开 在驱动程式上面 滑鼠右键 内容 电源管理 注意看一下 这一项的说明 允许关闭 该装置 以节省电源 把这个勾勾取消 然后 点击 确定 再检查一次 看参数 有没有修改到 网组右键 内容 电源管理 没有勾勾 没有错 点击 取消 这样做 就可以了 Windows 11 安装完之后 要先 补上 这两个东西 避免 日后 玩游戏的时候 造成 闪退 避免日后 执行软体的时候 造成 闪退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里面的 教学 用 DirectX Repair这个工具 会自动的 帮你补上 非常的方便 然后 点击搜索 在这个框框输入 控制台 点击控制台 检视方式 切换为 小图示 点到 程式和功能 VC++可转 散发套件 这些 已经 安装 完了 Youtube下方的注解 有个 订阅按钮 大家可以点击 该订阅按钮 订阅一下 本频道 谢谢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教学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掌 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